滾爬的話 就是用我們的小魚劑這個地方 這叫小魚劑 這叫大魚劑 小魚劑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肌肉 還有第三 第四 第五的長子關節 用在側面這樣滾動 然後用我們人體 這個手的自然的重量 放在這個病變部位這樣滾動 它滾動有一種叫柔中帶細 滾動好像滾輪 那我們被滾動的人 他以為說 你用什麼東西幫我滾 其實是用我們長子關節 所以姿勢要穩充 正前方45度出去 來回的滾動 而且我們不用特別的力量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法 它跟一指纏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一指纏 也是一個擺動類的 但是它只用大拇指 所以這個有一些缺失 好 花姐辛苦了 花姐來當model受測 因為她頸椎不舒服 剛剛你也看到了 所以如果用滾法的話 針對落枕 她就是常常落枕 先用肺部 50間網球肘 我們從落枕開始 看到這各個的層面 白天上班都埋頭苦幹 然後晚上又回家 又看手機 所以造成一個左右為難 嚴重的叫不堪回首 所以這個叫做我們頸椎的 一個最大問題 可是我們一般來講 不會馬上去找醫師 就不舒服 不舒服 可是如果說旁邊有人 幫你抓一抓 或者甚至滾法的話 那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我滾給大家看 這個用長子關節這個這邊 只要順著差不多15度往上的話 這個力道會非常的棒 你的手真的好棒 你怎麼會 放得很鬆 對 自己不要處理 不然會受傷 所以這個叫滾動的話 這個力量就直接貼在患者的身上 非常的快 這個是像滾輪在滾動 而且它隨時可以來動 我並不需要要憋著呼吸 所以這個一個滾動的方式 用這個長子關節 順著這個肌肉的方向 這個滾 這個滾動 通常我們滾在一邊 我們的朋友或患者 他會說能不能另外一邊也順便 平衡 是這樣子 那你為什麼會選擇這個部位 落枕就是這個部位 對 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鬧成是我們的頭夾肌 頸夾肌 還有我們的提肩夾肌 因為頭低下去 我們平常都會聳肩 這叫提肩夾 所以這個地方會很酸脹 按起來酸脹 我不當酸胎很硬 對 所以這個要 成年老貨 這就要特別處理的 所以我們相關的穴位 就要把它放鬆 好 50間 滾吧 50間我們現在轉過來 好不好 我們通常最多 就是50幾歲最多 40幾歲 60幾歲很少 那跟我們的這個 什麼 我30歲就來了 那你 你是勞力引起的 所以當時不叫50間 50間不是語學名詞 可是它通稱 這是肩關節周圍言 那我們同樣用這個方法 要扶著他的手往上滾 一樣滾吧 往上滾 好舒服 對 這個手掌就是輕鬆自如 輕鬆 非常輕鬆 在滾動 我們滾動的時候 要是手會彎曲 這個腕關節彎曲 但是我們肘關節並沒有彎曲 所以這樣很輕柔這樣滾動 那不需要憋氣 所以我們的身體正前方 45度去有45度 拿一回滾動 我們站了三七步 真的是 高醫師就是站三七步 然後手就是自然滾動 這個是針對50間 對 這個在我們的患部 直接動就可以了 好 另外網球種 網球種是公骨外上課發言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一定要動到 要動到 當然我們會結合其他的暗柔防法 跟這個滾法合在一起 對 所以它有一個撥開的動作 而且旋轉的動作 又可以放鬆的動作 只要能動作的話 有這個動作的話 那我們的病變的朋友的話 他會覺得說 馬上鬆動很多 他而且會告訴你說 我什麼時候再來 就這樣子 好 謝謝高醫師的教學 我是高文英 請到聚焦2.0 YouTube 頻道 進行訂閱 同時到聚焦2.0 FB 點贊